假如贝利亚变成一个好人 你会支持他给他光吗 救命啊救命啊 小赛罗一个人出海 结果遭遇了强大的暴风雨 眼看轮船就要沉没了 正在这时一道黑影一闪而过 小赛罗就消失了 原来是贝利亚救了小赛罗 他正好路过把他带回了家 谢谢你贝利亚 真没想到救我的居然会是你 我要给你点赞 为了救你 我可是耗光了能量 贝利亚刚说完脚下一滑 扑通一声一屁股掉进洗澡盆里了 你没事吧贝利亚叔叔 本大爷能有什么事 本大爷就是口渴了 所以先喝几口洗澡水 解解渴 救命啊救命啊 房屋意外起火 小迪迦被困在大火里 眼看小迪迦就要被烧伤了 这时又一个黑影直接冲入了大火 片刻之后小迪迦被救了出来 贝利亚谢谢你 没想到会是你救了我 小朋友们 贝利亚喜欢狗头 大家帮我用狗头 感谢一下他吧 由于火太大了 贝利亚的屁股居然着火了 他被烫得直接跳进了水里 你没事吧贝利亚叔叔 本大爷能有什么事 不就是个屁股吗 就算烧掉一半 还有另一半 照样可以用 有吧 贝利亚 为了表扬你做好事的态度 小朋友们都建议给你点赞 并且决定把这个奖品颁发给你 耶耶耶 你们送我的这个帽子奖请 本大爷太喜欢了 帅不帅 都在帽子奖请 把那帽子结束 cm⑵ 订阅